你今天就应该说点实话 给大家听段采访吧 喂 您好 我是天洁卫视爱情保护站的编导 您知道她现在有女朋友吗 哦 知道知道啊 跟我提过 而且说那女孩特别好 那您对她们这段感情有什么看法吗 哦 我没有太多的干涉她们 因为是她们自己的事情 只要她们高兴就行 她们高兴我们就高兴 而且她之前也跟我说了 她们快回来了 我也特别盼望她们回来 那之前不是说要 接您来围房这边吗 没有 她们一直在说 是她们马上就要回东北 而且我也特别希望她们早点回来 想看看我儿子口里边说的 特别好的姑娘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也特别想见到她 你怎么又骗我 到底回东北还是回沙东 真是服了 不是 那你跟你父母在那撒什么谎呢 是什么就是什么呀 哎 这个 为什么还坚持跟她谈了两年多呢 她说实话就是 怎么说呢 外在上 我还挺喜欢的 那种比较可爱 比较可爱的那种 我挺喜欢的 就是有时候 体贴的时候也挺体贴的 就是这个说话的 这个不着边 假如这个男人以后就一事无成了 就要吃你的用你的靠着你 但是她能哄你开心 你还愿意跟她好吗 姑娘 我绝对不会的 天天的就是也没有工资的 怎么养我 所以你要的是一个能干的男人 对吗 对 就是能干的对我也好的 你是吗 小子 我可以努力 哎 行了 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咱们是老乡 我特别了解山东姑娘的择偶的需求 她往往不是说 我找一个女婿要大富大贵 要多帅 不是这样的 起码说我这女婿 咱最低标准 第一 真诚 她可以不说好听的话 但是她起码说实话 第二 这人踏实 她可以没太大的本事 但是她能有一份事 踏踏实实地干 第三 自立 就是她挣多少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 起码这小伙子 她能养活自己吧 真诚 踏实 自立 你觉得她哪一条能做到 她就现在这种状况 你还敢跟她谈婚论嫁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 姑娘 这个男孩 你要跟你妈说 她的真实情况 你妈能同意你嫁给她吗 而且我特别怀疑 就是你真的 跟你妈说清楚 这小伙子是啥样了吗 你这是在找老公 找老公过日子 是两个人在一起 要担起未来 她担得起来吗 她就是好高骛远 干一份工作不超过两月 然后再换一份 然后你看她干的所有的 比如说送外卖也好 做直播也好 做这些 其实都是不需要固定的时间 不需要被固定的捆绑 然后又可以让自己 感觉到有梦想 感觉到自己可以 突然之间就飞升了 提升了 有可能那种一夜暴富 她的所有的心思 都在这方面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 她可能真的是说 我未来可以挣到很多钱 我未来可以有车有房 这些是很真诚的 她内心当中 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这样 虽然可能跟现实不符合 所以这小伙子 她的脚真的不在地上 对这种小伙子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 赶紧放手吧 找老公是过一辈子的 好吧